好 回到蓝宣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历学人杂志的单元 照例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 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 沈云聪 哈啰 云聪 早安 大家早安 好 今天打招呼 不是透过电脑荧幕了 不是透过笔电了 是云聪又坐到我旁边来了 终于可以来到现场 所以反反复复 因为他先前 先是因为担心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候 他也不爱筛 不爱快筛 后来虽然不爱快筛 结果自己确诊了 所以终究还是要筛的 所以确诊之后 我们又是隔着一段距离 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都 大家都蛮习惯的 就偶尔这个人在 偶尔这个人不在 一下子隔离 一下子出关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来 我去问说 请问要我拿最新的筛阴性的 还是拿我先前 一个月前的确诊的阳性 这样 你好无聊 你留着那些干嘛做纪念吗 没有就证明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已经确诊过了 照理说 确诊过了 OK 确诊过了 我们又也知道你的那个啊 我们的什么 呃 卫福部的一些资料 你分会有一些证据吗 看一下 秀一下子长怎么样子 我忘了放哪里去 好吧好吧 否则有一些记录是 不过事实上 现在确诊过也还是会再重复感染 所以我觉得 是吗 是啊是啊 不是说什么无敌心心 那人家就说 你可以去 你去带着小朋友去过暑假都过到不看新闻了 无敌猩猩最近这段时间 有非常多的这些 我想可能是因为大家传得太厉害了 所以公益之间不断的出来 澄清没有所谓的无敌猩猩 像前两天台湾出现这个什么 本土的本土的BIA.5 我记得它就是已经养过亿了 那它又养了BIA.5 那会怎样吗 没有就是再养而已 就是再养 意思告诉你说呢 有重复 就是养了之后 我的说症状会很严重吗 也还好不会 不会说因为你养过之后再更严重 然后也没有说好像养过之后 就特别会不会严重 反正就是overcome 就是它的穿透力非常 它的传播力非常强 它的免疫逃脱能力非常强 所以你不管是打了疫苗的 还是你自然感染的 所造成的一些免疫的防护力 基本上来讲都没用 就是没有百分之百的作用 应该这样讲 也不能说完全没用了 对于中重症 就你再养它会变成重症 这个死亡 这个可能有用了 怎么样你现在又怎么样 就你本来以为 对对对对 你本来以为你染了 比较不会被传染 因为症状还蛮惨的 对对 血云冲的症状是还蛮惨的 小朋友好像还可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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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可是小朋友还可以 就很幸运呢 嗯嗯 就是很值得祝福了 因为现在小朋友 没有反而是比较担心比较严重的了 可目前不晓得 只知道他们至少当时发作的时候还好 对对对对 现在是还好 但像我们这种可能后遇症到现在都还有 OK对你说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还有所谓的 messie这件事情 他可能会在染疫之后的一两个月之内 所以也不能够完完全全掉以清醒了 OK好 但是总而言之 这已经基本上真的是跟我们生活共存了啦 就身边的人就是时不时的 就会有这些染疫的状况 好所以大家以平常心 但是呢还是该要有的注意力还是要注意 那全球事上也就笼罩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很多的秩序 不管从政治从外交从经济从地缘政治等等 呃强权之间的角力 其实坦白说都都很乱 都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的 蜂蜜故事 呃其实比较focus在美国 对不对 哦他讲 我一个呃这个民主党人 哦本来以为他要讨论是整个民主 但实际上不是哦 他讲到美国的民主党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想应该是其中选举越来越近了啦 嗯 11月份哦 所以距离现在也只剩下三四个月了 那其中选举越来越近 但是你会看到呢 现在美国呢正在面临 最高的40多年来的通膨 然后的话呢 因为不得不要有很强烈的升息 但这升息的话又造成了 经济衰退的警钟越敲越大声 好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的话呢 拜登用尽了权力 想要让经济问题呢 呃稍微的能够受到控制 所以甚至跑了一趟 这个中东 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效果未必好 哦那他的民意的民调的支持度 不一样的哦这个破他这段时间以来的新低 然后呢川普越来越清楚的他是执意要再次的参选 要东山再起 那呃共和党内呃这个前两天的讯息也出来了 他的呃他那个时候任期当中的呃很鹰派的呃这国务卿 他就说他跟蓬佩奥也说要选 不过这点我就对民主党人来说搞不好是一个好消息了 那就至少呢搞不好希望这个共和党内呢有内讧啊 就川普跟蓬佩奥所以呢搞得他呢呃声势大错 否则的话呢就知道回到为什么这一期经济权杂志的封面 要民主党人振作一点啊 因为目前看起来在其中选举 包括这段时间我们刚讲的经济问题 拜登的民调支持度 还有呢包括呃这个什么堕胎权 受到呢这个挫败等等 事实上还有这个枪支管制哦也没有办法如这个拜登所保证的哦 所以整个的气势看起来民主党是其实是真的很堪忧啦 他们这次启动选举哦这个选败的几率真的是还蛮大的 嗯所以啊这一期基本上精心学人认为民主党你们都快垮了 民主的政美国的民主民主的快垮了你还在睡觉 剩五分钟了你还在睡觉 哦有有剩五分 OK剩五分钟了 呃OK上班时间是八点 上课时间是八点 该醒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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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期啊 晶璇有几篇文章啊他其实特别focus是 呃美国的民主政治 呃特别是民主党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嗯而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基本上主张是民主党啊 需要赶快的修理好自己 嗯要把自己repair 嗯好 那为什么需要repair呢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了民主党现在面临了外患与内拥 嗯外患没有疑问就是你刚刚讲的川普带领的这个共和党 呃现在整个共和党几乎都跟着川普这群极右派的家伙在起舞 嗯那也因此美国的民主政治过去引以为傲的两党政治 如果要继续的维持呃如果要继续的顺利运作呃 让全世界看到民主是可行的是不会有问题 那其实是必须要有人出来捍卫的 那不能靠共和党其实当然要靠民主党 嗯民主党当然要醒过来啊 嗯但醒过来他还是要面临内部的内忧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呃我们都看到这段时间来的进步分子啊 所以进步的极端分子呃不断的声音的高涨 他其实某种程度跟跟共和党里那边的极右派是相互呼应的啊 你那边声音大声一点我这边觉得我要比你更大声 嗯嗯嗯那如果说他所谓的进步派的话是真正的进步的话 但是那就未尝不可但是那是要自称进步派啦是不是 对对对对你刚才讲的进步是要加个 对加个quote是比方说基本上啊就觉得 呃政府就是应该毫无义无反顾的照顾所有的弱势啊 所以政府一定要扩大的预算越大越好等等啊 呃甚至包括移民是最极端的认为应该删除所有的移民的这个限制啊 但这个其实是越来越背离了传统的民主党主流的声音 嗯嗯那新逊就认为如果这样的极端的声音越来越大 大到超过了传统的主流民主党的声音这是一个不妙的状况 嗯嗯嗯尤其呃我们过去看到了拜登这段时间来的执政是非常失败的 因为很显然他可能是美国史上身亡最低的总统 嗯有低过川普了吗 为什么这么说共和党对他的支持度也就不用说了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做的民调也分了啊共和党对这个的支持度怎么样 民主党对这个支持度拜登的问题在就连民主党自己的自己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的差 嗯嗯嗯我记得上个礼拜的纽约时报的调查就是这个样子 是有67%的民主党人哦不是说全国平均哦是民主党哦 我们买国67%将近七成认为美国的经济很糟很糟 嗯嗯又高达78%也就是八成认为美国现在的国家方向错误了 嗯嗯你看有64%的人不希望看到拜登竞选连任嗯 这是史上未见的一个一个高数字的状态 就是说啊我是执政的总统当选几率是最高的嗯是比较高的 那即便是自己的人都觉得我我看你还是不要选好了 哎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其实美国的政治其实进入到一个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期 你看像川普因为过去人来说台湾实际上也是就是台湾2000年自从政党轮替之后 呃你对政党轮替的概念就已经说再怎么样子一开始大家出乎意料之外 但他之后基本上他都是八年嗯但是从川普开始就是一任嗯 那现在拜登也很可能只有一任嗯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说每四年就换一个总统 每四年就换一个总统其实这真的是非常的不稳定 但是我觉得对于民主党因为我们上来也跟大家聊过有关这个纽约时报的调查 他第一个当然我觉得跟拜登年纪真的比较年迈 而且他其实年纪长不见的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而且他年纪大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现象包括可能讲话卡卡的啦 有些部分让他们觉得说似乎呢不是那么的脑袋灵光啦啊那当然再加上这些政策当中的节节败退 对民主党人来说的话呢呃呃枪支管制没有办法进一步 跟堕胎的状况不断的被被这个共和党人步步进逼 我想这个是他们对于民主党的总统没有办法捍卫民主党基本立场 我觉得他们内部会出现愤怒的声音的蛮重要的原因 没错没错星期权其实归纳你刚刚讲的分为几点 首先第一个拜登原本说他希望能够当选之后抚平政治恶斗的创伤 嗯 结果我们看到没有 再来第二个他也promise让大家在他当选期间呃 这个这个这个执政期间生活更好 结果当然没有我们现在看到了通膨啦呃等等都在创新高 再来第三个他说要扩大公共建设要改善美国的公共建设 结果呢你看很多的案子现在都全卡在国会 嗯 嗯所以呃遇到面对这个状况啊 说国家需要民主党醒过来 经济人说民主党自己并不是不知道的 但是缺乏急迫感 缺乏急迫感为什么呢 因为总觉得第一个人可以推给川普 第二个人可以推给普丁 哈哈哈哈哈 嗯但呃部分的确是成立的 的确这两个家伙呃搞搅乱的一池春水啊 但基本上不等于你民主党就可以逃避你应该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经济选很快的他就帮他整理出三个民主党现在主流所陷入的迷思 首先第一个很多的这个传统的主流认为结合所谓的刚刚讲的进步派 可以一起来掀起一场他们所希望达成的社会革命 所谓的彩虹联盟 但是呢经济选认为这是一个迷思 这些迷思为什么 因为很多所谓的进步派的支持者 第一个他们要么不投票 他们要么其实对政治早就冷感早就冷漠早就绝望了 更何况他们未必愿意站在民主党的这边 未必愿意彼此可以合作 比方说所谓进步派里面我们又看到了 有黑人的进步派 也有这个亚那个叫做Hispanic叫什么 西班牙拉丁裔的这个进步派 两者其实水火不容 所以从上我当然指的是working class的部分 所以这是迷思之一 基本上你很难去结合进步派 再来第二个迷思是 他们认为以现在来说中间选民可以暂时不要管他 基本上如果可以保住国会多数 民主党可以保住国会多数就好了 再来他们也认为 这个激进分子这些进步派让他们声音大一点也好 为什么 因为可以激发出民主党要的基本派 更何况没有错他当然会有一些不良效果 可是右派也有共和党也有这两个在不良效果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 但是进步派提醒说这是个迷思 这是错的 ok 对共和党对美国的中间选民来说 你让这些进步派的声音越强烈越大声 其实你只会让民主党越让人感觉到不可信任 越让人感觉到不借实际的向左倾 你其实不然会流失你所需要的中间选民 至于像川普当初当选择 如果大家等一下还记得的话 这很快速的倒带 他那时候就去批评像欧巴马 他就说他是共产主义分子 我觉得所谓的民主党的进步派 如果说容易被贴标签的话 就是比较贴上那种所谓的反资本主义 他们要的是要大政府 然后大量的社会福利政策 然后让政府能够去照顾这一些弱势 偏乡少数族裔 那这个对于向来以资本主义为傲的美国来说 就会变成他们的传统来说 事实上是比较认为这个是 而且他们只要一讲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们所谓的麦卡锡主义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整个共产主义的狂潮 而且还是有些人对于这样的所谓的自称进步派 是会贴上那种标签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 当然我们刚刚在跟云松聊到 他先前的桑德斯也好啦 这个伊斯坦白华伦也好 确实他们在这些 因为美国的经济贫富差距差越来越大 以色列有点夸张 只是他们的主张 也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你这个财富均等平均 这部分好像也是另外一种洪水猛兽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川普有些时候会去塑造假敌人 我觉得这是川普战略非常厉害的地方 所以他每次都会说你就会很可怕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让另外一派的激进派来当 这个主政更可怕 所以他就把这些很少数的极端 扩大成整个民主党人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会当选 所以我想金玉璇杂志担心的就是说 你其实与其让这些进步派的声音过大 然后呢你可能会在选举当中 失去一个反川普的反右派 其实反右派跟反川普是来的更大 但是如果你左右极端一拉 你其实未必会有胜算 是不是这样子 OK 好 所以看起来美国确实都在其中选举以前 这方面的选举气氛是蛮激烈 而且越来越激烈 我们会继续观察 我们休学再回来 好 回到来宣时间 继续和小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那我们呢一样的同时有做这个视讯的播出 OK我们的除了这个封面故事讲到的 美国的这个选举快要到了 这个政治我们会继续关注 他等于是在国际之间 国际跟美国的国内 其实他都是会相关联动的啦 总之他其实是说 赶快醒来了 现在动作要快 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 在新媒体的时代 很多讯息动作太慢 你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老人就推车了 嗯是吗 对啊 所以经济学人其实很快就简单讲他的结论 就是第一个他认为民主党应该move faster move faster 第一个呢对激进派对进步派的声音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拜登都是用沉默以对来表示他的不认同 OK 但是他也不想太激烈的表达他的反对 但经济学人认为说 不是不应该这样的 拜登其实必须更大声的说出自己的温和传统 主流的民主党的主唱 嗯 再来第二对于共和党的misinformation 经济学人也说不应该做事 不能应该什么等司法调查啦什么的 应该直接对象直接的告诉大家 直接告诉更强烈的告诉老百姓 那是misinformation 嗯嗯 那是假新闻 那是假新闻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更拍桌子的 不是像拜登讲 呃 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就是你刚刚上一段讲的 民主党更加应该赶快的向中间靠 对 所以向中间靠不是什么政治战术 而是而是民主修复的开始 因为面对这个越来越严重的极端化 他认为民主党must moderate or die 对啊对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台湾也是 我觉得每一个国家就是如果说你因应另外一个极端 你的方式是另外一个极端起来 那相互打的话 其实就媒体来说 当然媒体不是哦这样的好热闹哦 每天都有新闻话题天天上头条 但是坦白讲 如果说纵容这样的方式啊 出去互斗的话 国家本身会走向灾难 你面对一个极端的方法事实上是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大众必须起来 但也一个稳定的相对多数的力量 对啊否则的话呢 就会变成呈现出非常非常不稳定的 然后两两个极端 呃激战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身为身为老百姓 可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就是在在你看在社群媒体上 当然是极端的文章最受欢迎 对啊容易被被被传播啊 嗯嗯嗯 所以说我们作为作为在滑手机的人 也许应该提醒一下自己 哦那种被风转的极端言论 我们还是少转一点 我们也许应该多去看看比较moderate 比较中庸的比较持平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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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中这个当然是我觉得是 它是一个最终究的一个提醒啦 其实如果说我们与其对于 呃政治有所抱怨 觉得啊怎么都是这种政府 都是这样讲这些 秘夷所思的画跟做出这样的 一个荒谬的角色 其实它是我们选出来的啊 当你每次在觉得说 噢这样的天天很爽的时候 或者这样的话 传一传觉得很嗨的时候 或者你觉得 哎呀不要去讲一些 好像非政治正确的话的时候 基本上你都是助长 这个事情持续的发生 没错啊没错 因为我们都希望 这些社群媒体可以自己改 当然不改之前 我们得自己先改 是啊是啊 OK所以从每一个人行为开始了 OK好回过头来呢 就像是马斯克他也觉得 他也觉得这个美国的邮论赛 太太太 我觉得他是另外一个极端 然后他他就百分之百的邮论 言论自由一直就都不要管 管你什么假讯息啦 仇恨言人通通都不要管 所以他呢最大的新闻 就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 他本来一堆就去买推特 他认为的 这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也因为他这个行动 让全世界或是 或是所有关心舆论 跟所谓的新闻平台的人 都高度关注说 如果马斯克这号人物 入主推特会什么样的局面 但是呢过去这一两个礼拜 情势急转直下 他说他不买了 那不买之后呢 变成推特要 要告他了 所以你怎么可以突然自己不买 所以呢现在到底 推特是欢迎还是不欢迎马斯克买啊 那到底马斯克是真不买还是假不买啊 所以接下来的话题要谈这个 嗯 呃 就像刚刚讲的政治恶斗非常ugly 那这一次的并购案 也是很罕见的 非常ugly的一次 嗯 因为过去你看并购案 呃 要嘛你请我一呗 大家欸 很开心的接力 要合一併購 對對對 但像這樣 呃說原本要買了 本來是一方不要賣的 推了沒有要賣 你硬直說要買人家 然後人家說你既然要買了 開的價格又很好 那人家就說好不好 那我們就一起吧 結果沒有想讓人家答應你之後 你又反悔 但這個事情還在發展中 有點紮難的感覺 對對對 呃當然 第一個當然還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 就看最後法院會怎麼判 那而且最近的 大家看比較多的交點 都放在馬斯克身上 就像他說他戲劇 戲劇性比較高嘛 嗯 比較少談到推特自己 那這一期經濟學員 呃的評論當中 我覺得他把重點放到 推特身上 就這個社會 這個社群媒體 其實不管有沒有馬斯克 他都得面對 他接下來很艱難的挑戰 嗯嗯 為什麼什麼挑戰呢 三個 第一個 你接下來要怎樣成長 嗯 接下來你要怎樣創新 以及接下來你要怎樣賺錢 嗯 他非常從經濟面 經營面去看這件事情 沒錯 當然這個早在馬斯克出手之前 推特自己就很頭痛的問題 嗯嗯 那你看像以成長來說 呃 FB指 臉書只比他早兩年創辦 嗯 推特晚了兩年 但是今天 今天的臉書 daily users 高達19億 每天有全球19億 而推特呢 大概只有兩億多三億 嗯 但是他的零頭二億 嗯 就連TikTok現在都超過了他 嗯 所以第一個 他的成長在未來 要要要怎麼去實現 嗯 因為你畢竟不是什麼老公司 你才成立十幾年的公司啊 對 呃 再來 要怎樣創新 嗯 要怎麼創新 就你今天所看到的推特 其實 多年來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可是你相反你看到IG啦 你看到Facebook啦 大家不知道改到哪裡去了 嗯 嗯 所以你看像包括FB現在都還努力的改 改當中啊 說他看到TikTok有沒有 推出很多的短片服務 哇 封城聖養 他也跟著要做這件事情啦 當然 推特也沒有閒著 OK 他也 他有個叫Space有沒有 就是 就是像Clubhouse 那樣的服務 那的確 那也是他很很重要的創新 沒錯 然後還記得嗎 推特因為他就是一百多字 嗯 很多人就 欸 我不夠暢所欲言 但像川普就很喜歡 因為本來就沒有那麼多那個 但是 還是有人希望能夠看他比較完整的論述 所以呢 推特他也推出一個新的版本 一個新的服務叫做Notes 嗯 Notes 所以就是比較長版 我們叫長推 嗯 可以長達兩千五百字 兩千五百字 哦 OK 所以他的確是有在努力 但是 你看 像這些我們有講很多人可能都沒有特別覺得 那是推特的特色 推特的特徵 因為他傳統的這種 可能動作太慢了 我覺得 所以他這個市場越來越 越越越多 他其實競爭的 他也是 我覺得像臉書 像Amazon 我覺得 你剛剛這樣講 確實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大家看待Twitter 都比較是一個 一個平台而已 就一個社群平台 那就是以短推文漸長 但是你去看 臉書已經發展到Meta 它裡面是已經一個生態圈了 他因為有了這一群人 所以他從人當中去動腦筋 又想跟你做金融 又想跟你做廣告 又想跟你做行銷 就是說他從裡面 就因為有了人這個 寶寶寶藏 這個 非常金礦 所以他已經開始去開發出很多不同的一些 商業行為 而跟大家可能娛樂行為 那其實 Amazon也是 他已經發展到一個 一個一個王國 一個生態圈的王國了 Trader好像就是很很 安之若素的 待在他一開始的這個 的確也很難 因為剛剛講的 daily users 只有兩億多三億 一直都沒有到三億 所以 他當然要發揮 要開展是非常難的 但是臉書也是一開始 從兩億三億開始的 嗯沒錯 我覺得應該跟他們一開始的企圖 現在他們的腳步 可能慢了一些 或者企圖已經相對來說 一開始比較 嗯 但你如果可以在小而美的狀態下 固守你的利基市場 然後繼續可以賺錢 也就罷了 沒錯我覺得他們可能這樣想 是不是 但恐怕連賺錢這件事情 都都 都不是那麼那麼那麼 呃 安全的一件事情 比方說我們接下來講賺錢 大家知道嗎 在Twitter 他主要的收入九成來自於廣告 嗯哼 但是呢 他這個九成來自於廣告 如果放到整個社群媒體裡頭看 他就是就是小小的一部分 因為在總體的這個社群媒體 他的廣告佔比只有百分之 0.9% 0.9% 不但遠遠落後 就有Google啦 呃Facebook 也就是Meta啊 就連TikTok TikTok這個後期之秀 現在在總廣告的佔比 也有高達百 沒有叫高達 也有百分之1.9% 嗯 OK IG IG多少 21.5% 喔IG這麼高 對 所以IG加Meta加Google 其實吃掉了大半的這個市場 嗯 所以 所以Twitter將來要要賺錢 當然要想辦法賺錢啊 嗯 所以他賺錢的方式當然是想說 第一個 我可不可以推出額外的服務 來來來收費 嗯 其實現在很多這些夠大的公司 都在想辦法做這種事情啊 對啊 所以 據說Twitter他推一個叫Undo的服務 所以Undo是我們現在 就是我收回我的推 不做 收回我的推 就是像川普寫完之後 他收回 這個 收費 哈哈 這個要收費啊 再來像那個 就是付水難收 你要收你要收 對對對 付水不是難收 付水只是要付費收 呵呵呵 再來當然就是馬斯克說的 他想要推定戶制 嗯 嗯 要用可以 但是你要付會員費 嗯 然後會員費 總統當然 各種的服務等等啊 但我們都知道 現在在社群媒體 在網路上 這是不是可行 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嗯 總之 嗯 接下來的Twitter 不管馬斯克你買還是不買 以上講的這三個問題 都是硬的問題 都是你接下來很艱難的挑戰 要怎樣成長 要怎樣創新 要怎樣最後能夠賺錢 讓股東滿意 嗯 好 所以這是屬於Twitter 啊 呃必須要去思考的啦 OK 所以我覺得這些 事情問題都已經越來越碰到一些 很多的障礙 所以都必須要去突破 我看到Netflix他們先前 已經現在決定了嘛 啊 就是說啊他們可以推出一個 有廣告版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想大家就這樣子喔 去創新喔 就是說去找到真正可以繼續賺錢的這條路 我給我們休息來回到現場 好回到藍軒時間 繼續和沈云聰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那接下來呢 要轉到歐洲的話題對不對 我覺得歐洲歐洲人常常會思考一些很很 可是你知道教育喔 他就問說暑假會不會太長 不過某個角度說 他不一定喜歡放假啊 但他們會覺得說 但是比方說一天裡面的上課時間 我記得我們以前聊過 他們覺得太早了 應該晚一點 但他們這一次又覺得 那暑假太長了 應該短一點 所以裡面應該有一個他一致的邏輯在吧 對 否則乍聽站有點矛盾啊 你不覺得嗎 嗯 來我們來聊一下 而且這一期他有一個在歐洲的題目 我就蠻有意思喔 講到歐洲啊 他這一期其實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談的是歐洲的接下來的能源 尤其是天然氣的危機 啊OK 現在天氣很熱沒錯 大家都在想要開冷氣 但是要知道 對歐洲來說 開冷氣時間是很短的 其實接下來東天的寒冷 需要暖氣 需要更多的能源 才是更關鍵的一戰 嗯 所以現在他已經提醒大家 東天的腳步已經不遠了 嗯 那接下來歐洲 我們都知道他非常非常仰賴 俄羅斯的天然氣 嗯 但是天然 對俄羅斯來說 天然氣雖然 對歐洲很重要 可是對他來說只佔他總體 總體GDP的2%而已 所以換言之 他大可以用天然氣來跟你玩 因為你非常需要他 他不見得那麼需要你 嗯 嗯 所以一旦你沒有辦法 在今年東天來臨之前 好好解決這個問題 對歐洲來說 會是一個非常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對啊 但是這個問題的話 他如果既然這一期有特別在寫到 那他有新的高見嗎 沒有 直接 對不對 那否則歐洲就是這樣子 不決定在他身上 其實還是 還是在普丁以及 這場俄乌戰爭當中 對啊 因為對歐洲來說 他能夠盡可能的降低 對於天然氣的依賴 那這段時間他們也盡量在做嘛 嗯 那那但是 有些沒辦法真的也就沒辦法 對啊 而且相較於石油 你石油還可以說 這個 不跟俄羅斯買 可以從別的地方運來 嗯 天然氣不行啊 你一定得透過那個管線 嗯嗯 除非除非你要另外買 另外就不用 不透過路路路線 陸路而透過海 海運 當然也OK 但是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對啊 所以這個他也特別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不過我們這一集我來想聊一個 比較輕鬆 剛好是遇到暑假 對 或者聊一下這件事情 請問 大家覺得暑假長一點好 還是短一點好 他其實談的就是這個問題啊 對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歐洲人向來浪漫嘛 喜歡度假嘛 對啊 但其實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歐洲人他只是大人喜歡度假 他不見得會讓孩子放那麼長的假 嗯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知道 第一個 放太長的假 會讓爸媽帶來很大的麻煩 大家都要上班 但是從大人的角度來看 對對對 當然第二個 也是更重要的 就是暑假放太長 其實真的會影響到孩子學習 我同意 你剛才問說 到底我覺得長一點好還是短一點好 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如果切 你看寒假才一個月嘛 如果說 如果說 其實我知道有些國家學就是這個樣 如果說你把它加起來除以三 對 對 對 其實我覺得很好 其實我們 三個學期 在馬來西亞在新加坡都是這樣 我們分三個學期 分三個學期 那每一次就是放一個月 對差不多 你看 對啊 這樣還蠻好的 挺好的 意思說上三個月的課 修一個月 再上三個月再修個月 這樣才剛好就十二個月過了 當然為什麼 暑假過去是兩個月 當然以前 因為農業時代 而且募農嗎 農忙時代 我們沒有這樣想過是這樣子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上面是這樣想 好 我覺得有可能 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覺得我常常在 我很喜歡聊一個事情 就是所謂的時代性 當代性 其實因為我們的世界越滾越快 你說以前的話 很可能就是 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才一個世代的感覺 他的文化跟生活方式才改變 那你可能不會那麼 有那個所謂的時代的變形 你必須要跟得上 但當我們現在 每三年每五年 就一個變化的時候 我覺得對於這個時代 所做的改變 你怎麼要跟上 有些部分你要跟上他的改變 這些事情變得很重要 以前大部分的家長是在跟做 現在大部分家庭都在上班 是 對不對 所以現在 他也點出幾個 暑假太長的問題 首先第二 當然太長的話 會影響孩子的學習 會出現所謂的夏日溜滑梯 就春季會夏日溜滑梯 太長了一點 對不對 因為玩太久了 忘了上一學期學過什麼 要收心也很難 對對 閱讀啦 寫作啦 數學啦 理解啦等等 所以這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再來第二個 他其實也會衍生更多的社會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的社會 就是大家都在 一個大家庭裡面 但是現在要知道 單親家庭變多了 過去家庭主婦多 現在家庭主婦少了 所以換言之 當孩子不用上學 必須待在家裡的時候 請問 會不會增加單親家庭的負擔 你會不會讓 本來就是在工作的媽媽們 有更大的壓力 嗯 所以其實倒過來的 當孩子的在學的時間長 固然對孩子來說是一種壓力 沒錯 但是他也某種程度 減輕家長的負擔 嗯 當家長的負擔減輕之後 他的就業 他的工作的機會 也會更好 嗯 嗯 再來 金璇甚至認為 今天的貧富差距的惡化 其實跟假日太長 可能也是有關係的 嗯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的 呃 暑假放太長 孩子們會忘記 那個程序會溜滑梯 而溜滑梯的學生當中 請問是有情家庭的小孩 比較不容易溜滑梯 還是窮一家庭的小孩 比較容易溜滑梯 嗯 我們其實都看到了 很多有情家境稍微好一點的 呃 爸媽稍微有點餘育的 其實孩子都不會在暑假閒著的 嗯 都會去各種的夏日營啊 都會去上各種的課啦 呃 免費的要錢的 總之基本上都會維持某種程度的學習 是 相反的 越是社會弱勢的孩子 越是放流去 對啊 越是放流去 其實當然回到學校 他的成績越差 當然回到學校 越差 他要追上的機會 跟困難度 也會更難 嗯 所以這就是一個 惡心的循環 嗯真的 因為想說 欸兩個月的時間 他去哪裡啊 如果不去學校 那去哪裡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傷腦筋的事情 所以你看現在很多的 家長們 如果說想要給孩子 更多的那些家長們 尤其壓力大 你剛講啊送夏令營 夏令營如果在國內還好 很多夏令營是到國外去參加夏令營 嗯 我覺得對於 我覺得對家長來說 經濟上的負擔非常的大 有些孩子有什麼遊學啦 還幹嘛的喔等等等 嗯然後甚至回來還會比 嗯 那我說那種比較之間的 那種造成的 心理上的這些壓力 我覺得 現在小孩子很對是這樣 就是你父母先所造就的 面對到的這些貧富差距 在孩子的心裡面 會造成相當重度的 創傷 或者相當程度的一個扭曲的心態 這些問題都很棘手 嗯 沒錯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能需要 需要更多的討論 到底這個暑假 跟寒假之間的關係 要不要做個調整 讓暑假不要到兩個月 也許六個禮拜就好 嗯 不過但這個狀況我覺得在台灣 比較 沒有像歐洲這麼明顯 因為台灣其實本來很多的學校 住一堆的屬府 有一堆的韓府 可能很多孩子連假都沒有放棄 對 但是這樣子就代表你 那你放假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對對對 這是我們台灣另外的問題 我們真的是這樣 對啊 我們是硬給孩子填 塞根本 人家這兩個月放假 趕快去增放假 所以擔心你已經是 玩風玩野了以後回不來 那我們的放假根本是 說放假 事實上未必增放假 對對對 所以很多家長還是把孩子送到學校去 真的 所以其實應該要 政府要思考的事情真的很多 我覺得政府要跟民間共同討論一些 真的有意義的 蠻重要的話題 過語不及都不好 嗯 真的OK好我們休息了 再回來 好 回到來宣誓GM繼續和沈明聰 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好 最後要話 要聊一個話題 蠻好玩的 如果說你到過紐約 你應該對於這個紐約的這個 所謂的次文化 非常街頭文化 非常非常有印象 那就是除了在街頭上面嘻哈之外 通常嘻哈的背景 一定都是塗鴉 我覺得在紐約的塗鴉 但基本上來說 當然啦 我覺得 就觀光客的角度來看 總是覺得比較浪漫 所以我覺得它藝術性的成分 在我眼中 我覺得是一個次文化 但就當地人來說 可能實際生活在裡面 可能覺得它是一個髒亂吧 嗯 我們接下來一點時間 聊一下比較輕鬆的 紐約的塗鴉文化 紐約的塗鴉現象 塗鴉同樣是一個過於不及的爭議 嗯 它其實也是 是讓很多人 覺得很頭痛 我們家好好的牆壁 三不五十就被你們這些人 搞得亂七八糟 但也有人覺得 欸那就是一種 一種藝術的展現 甚至很認同 這是一種反叛的行為 那社會應該給這些年輕人 這些反叛的人 有一些情緒上的出口 所以塗鴉文化是一個很好的展現 的方式 等等 等等 與其讓他去殺人放火 你讓他耗壞什麼 對啊 我們我之前幾年前 我們還找過那個 畢衡達老師 來聊過這個塗鴉文化嗎 事實上在台灣慢慢也有這些 塗鴉文化的興起 尤其在青少年聚集 比較多的地方 嗯 我 對當然啦 我覺得從哪一個角度看啊 從文化角度看的話 我會覺得它是一種表達 還是一種可能的宣洩 我覺得嗯 但是當然你說從這種 物件的擁有者來說 我家的牆 沒有結果我的許可 搞不好人家 我是好不容易弄上一個什麼 白色的啊 這個什麼什麼 象牙白啊 比方說小麥色 那你就突然間一夜之間 哇我家怎麼變這個樣子 當然那甚至有些的話 當然塗鴉還伴隨某些了 像美國是很多青少年的犯罪 犯罪的行為在裡面的 但是像我就最近我 我後來看到我要談這個話題 我才想到 我們上禮拜 去西門町看電影 而我還看到有一個塗鴉牆的上面 寫了一個 用英文寫了 塗鴉非犯罪 所以我就代表就是說 台灣也有感受到 有關於塗鴉這個文化 它的正面跟反面的這些 argue在裡面 嗯嗯嗯 但是但是同樣 你像不一樣道老師 也是遇到很多的挑戰啊 就是說 我家的牆為什麼要跟你畫 是啊是啊 我家的鐵門好好端端端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漂亮 你為什麼要給我塗花 對啊對啊 所以你所謂自由的限度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現在紐約就面臨這個問題 我給大家一個數據 2021年紐約地鐵車廂 有高達681個 將700個受害 就是被塗了萬七八糟 大家知道嗎 那是去年一整年 今年到現在為止 已經超過700個車廂受害 要不是說受害 2020年喔 那個地鐵局 捷運局 那個紐約捷運局 花了120萬來清理這些 就是要把它清理 其實很難耶 你真的現在用有這期 很難清理要花很長的時間喔 今年到5月為止 它已經花了110萬美金 嗯嗯 我們知道這個圖洋文化 在美國六七零年代 從費城開始 那後來一路傳到紐約 那紐約大 欸 覺得很有爆炸 發揚光大 對對對 發揚光大 但其實即便是紐約 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的 嗯嗯 你看像地鐵其實就覺得不行 為什麼 因為太危險了 太危險 對 但是他們甚至有 以這個現行犯的方式去逮捕過他們 晚上突然有人在那個地方 看看誰是去那邊拿這個噴漆去噴 沒有用 是 但這個逮捕 不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而已 要知道也是為了這些塗鴉客的安全 其實是很危險的 是很危險 今年四月才沒多久以前 兩個法國的塗鴉客 就這樣子在裡頭被撞死 被撞死 被撞死 因為來不及逃 因為他第三個 車道 他沒有看好時刻表 對 沒有看好時刻 不知道 到時候你真的來不及了 但現在當然是很難清理 所以就捷運局的角度來說 他也必須趕快儘快的去清理 因為你不清理 你讓更多的塗鴉的車廂走到路上 你等於變相的鼓勵 這些塗鴉客說 你看我就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到紐約的塗鴉 也都知道 這些捷運局動作也很快 很快就把它處理 所以很多時候 畫完之後趕快自己拍照 對啊 然後自己上傳 有點像是官兵抓強盜一樣 對對對 所以如果是 所以塗鴉這件事情 一向我們講的 它有利也有弊 所以作為一個城市的治理者 你要怎麼去 去好好的去發揚光大 它的利的部分 然後盡可能的避免它的弊的發生 對啊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要塗鴉的人 你得要練好你自己的畫 要畫得更好看 對對對 有些的話你畫得那麼難看 你也出來塗鴉 那當然那就更生氣了 我讓他畫啊 他也需要練習啊 他也需要練習 在家練好再出來畫可不可以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你塗別人的牆 我們都覺得是一個藝術 塗自己的牆就未必開心 第二個就萬一塗了 又很難看 又是另外一個雙刀金 到自己臥房裡頭 先塗自己的牆 好 所以這個話題 其實也不只是僅止於美國 只有台灣 其實也慢慢慢慢 有這樣的一個文化產生 所以怎麼該去面對它 OK 謝謝沈雲聰 謝謝 謝謝 拜拜 我喜歡 我喜歡 Radio